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 台湾的台湾人赴港 现在是我们陆委会 已经发布警示 认为说反见解法 是现人入罪的 其实因为它的内容 非常的模糊 几乎无法预测 它到底边界在哪里 那等于是把你的人身安全 交一张空白支票给中共的 而且还不是单一的权威 可能各个部门的 如果谁想要对你动手 都有可能 罗之入罪 所以就尽量就是 不要去中国大陆 也不是只有台湾人这样子 包括美国国务院 最近一波发布了一个 对中国的旅游警示 中间特别讲说 如果即使你到中国旅游 都有可能被这个当局 没有理由的 没有正当理由的逮捕拘禁 而且你会没有法律救济 然后我们其实也无法 真正有效的能够帮助你 而且中共还有灌常性的滥用法律的追溯 甚至是滥用它的特务去威胁你的家人 透过你的家人来威胁你 所以在那边讲得非常非常清楚 就是也不建议美国人去中国旅游 所以其实从各国的实践来看 现在进入中港澳地区都是高风险 就是反间谍法的一个实施的后果 反间谍法真的是一个恶法 它其实是一个罗织罪名的法律 我们要从所谓rule of law 西方的这个法治国家的这个想法来讲起 反间谍法最重要有两个 跟这个传统上面的法治有不合的地方 体制不合的地方 第一件事是法律必须能够同样是限制人民 同样也要限制政府 也就是政府不得滥权 第二个是法律必须要给人民一个清楚的指引 你的行为边界在哪里 它要有可预测性 那现在反间谍法几乎是罗织入罪的情形 而且对于政府的 就是中港澳政府的这个权力毫无节制 这个所谓rule of law 法治的精神 其实是西方 特别是你从美国的这个独立宣言 或是法国的这个 法国大革命之后的宣言中间 人权宣言中间 或者普世人权宣言中间 你都可以看到西方的思想是人是尊贵的 他基本上他有一定的尊严跟人格 他是不可以割让的 所以你不可以蓄奴 你不可以把人当奴隶 你也不可以剥削别人 那你不可以虐待 对于身体或是生命的任意的剥夺 这些是人的基本保障 所以人是一个有尊严的生物 人不是韭菜 人不是给当局来割的 那你如果看到中国跟香港的法律 他其实是把人当成熟 把人当韭菜 好像是国家的财产 或是执政集团 的任意可以剥削的对象 所以这基本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那个法律 我其实我看到一位专家讲说 他其实不把这些东西当作法律 我认同 在这个基本价值上 他是一个罗之入罪的情形 有人就形容国安法 像是黑帮的帮规一样 而且他完全没有需要 因为其实我们追溯香港的情况 在港版国安法立法之前 其实港府就不断用旧有的法律来做某些事情 殖民时期的那个上百年 比如说暴动罪 是 或是说禁止某些集会进行 所以他其实原来就可以 那暴动罪已经就是把所谓的扰乱公共秩序的情形 就列为暴动 暴动就可以判十年 他本来就这样 他觉得还不够 觉得不够就弄了港版国安法四大罪 四大罪中间有一条叫做这个 勾结 勾串外国势力颠覆国家政权罪 那中共 习近平也一再说 我们就是要打击外部势力 所以透过这个去跟间谍罪 把它连接在一起 这个是问题的所在 通常典型的间谍罪每一个国家都有 如果国家有机密 比如说军事设施 你不可以去拍照 那么军事机密你不可以泄露 你因为职务上取得的 你还有加重行为 那这是国家自我保护的机密的行为 但是不是所有东西都是机密 今天港版国安 反间谍法有可能实施的 第一个比如说例子就是说 曾经有一个港生 他在日本 他在旅游 结果他发布了某些这个网路上面的 这个PO文 结果回来就被询问 就被调查 说你可能在国外进行某些 颠覆政权活动 也可能是间谍罪 因为你跟某些人有接触 或者所谓的软 这个叫做软对抗 软对抗李家超呢 港府李家超 在这个特首李家超 在这个接受访问的时候 特别说软对抗呢 目前我们还很努力的 要来找罪名 但是他讲说 目前不违法 不表示没有违反国家安全 然后他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阳村绘本 阳村绘本就是一个公民团体 拿这个有三个 一个就是守卫者 一群羊 然后外面隔壁有一群狼 他想要狼想要吞到这个羊群 但是有守卫者 就是来讲说这个反送中 这个运动中间的这个守卫者 另外还有十二勇士去对抗他们 去逃逃脱 希望能够有一个基地 那就是讲说这个十二港 这个十二港人 到海上去 想要偷渡到台湾这件事情 还有就清道夫 这些就是所谓遗古讽经 遗古讽经为什么出来 为什么不能大剌剌的讲 因为不能讲 讲了就是颠覆国家政权 所以呢 这是中国人常常这样子 你当局不让我讲 我用讲个故事总可以吧 我来用个讽刺 让大家理解总可以吧 一股讽经 结果李家超说 这个呢 就是软对抗行为 这个会煽动大众 会激化大众对政府的反动 因此呢 我们政府会打击这种网络行为 而且我们会派国安人员 在网络上面巡查 所谓这个叫软对抗 而且软对抗现在反界点法 第三波的反界点法还不够 要在未来港府 这个港版23条的立法中间 把间谍罪 跟这个软对抗要放进去 所以他们现在想破头 要来怎么样定义这个软对抗 我再讲一句 今天他之所以 他其实本质上就是 没有定义的 没有定义是为了 执法的人方便 他随便可以冠个罪名给你 他随便可以说 你接触某些人 是不是要勾串外国势力 是不是要刺探国家机密 你发布这些你的源头在哪里 任何事情他都可以用来问你 变成说你是没有保障 那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这个是不符合法制 更何况是罪行法定 西方国家是罪行法定 如果你要论人罪 你必须要先有这个法律 而且把行为定义得很清楚 而不是含含糊糊说 有可能煽动大众 有可能激化大众反对政府行为 这个太模糊 那就变成罗知罪名的一个行为 为什么要这样子 因为不确定可以造成最大的恐吓 因为就是因为我去的时候 我不知道有可能 他会用什么理由来问我 我们有台湾的学者去 他说我过去去做研究 我在香港大学有教书 都没问题 现在进去了居然是被带入 带进这个在机场 就被带去问了六个小时 问你接触过哪些人 你现在做什么研究 你来香港的目的是什么 这就是最大的恐吓 因为不确定 所以他能够最大恐吓你 恐吓的目的是什么 要你不要讲话 其实就是要你不要发表 以前我们还说不要发表政治上面 跟这个中国或港府不一样的 因为所谓打击异议分子 现在几乎就是要你不要讲话 你不要有意见 所以这个就是明显的 把人当作韭菜 而不是当作一个有尊严的个体来对待 我照理一下 你不要发表达 我保护了 你不要发表达 你不要发表达 你不要发表达